检方将传唤父亲林仙宝 还有绿营批爆 林毅市所会的时候 妻子捧麦家也在现场应该知情 马总统向民众道歉 呼吁行政团队要继取教训 国民党方面则表示有罪咎停权 林毅市积压停下午三点召开 而他的道歉声明上说 不法所得将会全部叫叫 好 观众朋友 如果您上午打开电视新闻 应该已经知道 林毅市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 前行政院秘书长 已经在清晨的时候卸下了新房 坦诚收贿 全案转迁特征案 如果成罪的话 那么林毅市最重 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 声压停从今天下午三点钟 到现在还在持续 六点钟的时候已经进行评议 我们随时会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 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 从昨天下午开始 十二个钟头的重大转折 昨天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透过我们的连线报道 您应该看到 林毅市进入了特征组的画面 长达十二个钟头 马拉松市的征讯之后 清晨四点她卸下了新房 认了部分收贿案情 检察官认为她涉案情节重大 有串供湮灭证据的疑虑 因此申请羁押 昨天下午进入特征组的时候 林毅市看起来申请还挺轻松的 但是经过了十二个钟头 移送台北地方法院的时候 两眼空洞 铁青着一张脸 跟以往她意气风发的模样 落差非常大 双眼无神直视前方 眉头伸锁 名嘴笑不出来 林毅市认罪了 早上九点四十五分 搭着真房车离开特征组 十五分钟后 被移送台北地方法院 虽然没上靠脚疗 不过林毅市走出车门后 低着头左顾右盼 似乎怕脚边有东西办到 研判是想躲镜头又无处可躲 只好借故低头走路 垂头丧气跟前一天被约谈 在特征组门口还能笑对媒体 泰然自若的模样实在两样情 经过十二小时 从被告到认罪 清晨四点十分遭检方声压境界 被告林毅市先生 设有违反贪污自罪条例的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有事实逐论有创政 以及湮灭证据之余 非以羈押显然进行追溯 事件发展将近一星期 周日下午四点 林毅市以被告身份被约谈到案 主播妻子彭爱佳 五分钟后也搭小黄抵达 以关系人身份说明 夫妻俩一前一后走进特征组 成为继扁针之后 第二队被约谈的政坛夫妇 这一队都没有学好是不是 不大肯致 金童玉女光环掉漆 彭爱佳难掩食伤 林毅市因违反公务人员贪污制罪条例 将面临最高无期徒刑 随着全案大逆转 恐怕连彭爱佳也很难全身而退 三日新闻综合报道 为什么出来时候脸色铁青被申请羁押呢 当然就是有足够的证据当王牌 根据了解 林毅市认罪的主要关键就是 陈启祥为求自保的录音光碟 里面很清楚的录到了 林毅市开口所汇八千三百万 还很傲慢的呛对方说 这个国库的印章是他在管的 只要他答应的事情一定能成 把自己的身价抬得很高 而这段录音让各界也想到之前 林毅是不是也call in到了 争论节目信誓旦旦的说一副行字 也是很清白的样子吗 甚至还呛瞎说如果特征组有证据 就拿出来让他一刀毙命 好 现在看起来当时林毅市 真的是拿出来全盘赌下去 没想到全盘结束 林毅市先生他已经觉得 他做错事情了 而且他也很成 林毅市认罪了 同党同志兼委任律师赖素如脸书留言 原本深信林毅市清白 但看到卷证资料 诧异又难以相信 却不得不信 压垮林毅市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陈启祥被所惠的录音光碟 今年2月25号跟3月10号 陈启祥跟女佣两度到 林毅市凤山老家乔续约 陈启祥为求自保偷偷录音 林毅市要求拿8千三百万 还说要分三份 三三二三 也就是分两次三千万 一次两千三百万 三笔付款 陈启祥嫌贵要砍价 林毅市态度更硬 回呛谁辩 谁就是不尊重我 谁辩就是违背我的命令 还说现在国库的章 都是他在盖的 也是他在管的 要见他的人排都排不完 全世界也没几个人能找得到他 只要他答应处理的就能成 一定处理到让你紧速息 这段关键录音 让林毅市赖都赖不掉 这才认罪 但认罪过程相当戏剧化 原本特征组播放关键录音时 林毅市只承认声音是他的 但一再编故事 拗示选民服务 折腾了12小时 检方提出上百个疑点后 最后说 我只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林毅市似乎察觉不妙 研判是争取不被收押的最后机会 回头跟律师讨论后 突然坦诚收贿 案情急转直下 不过部分认罪只坦诚索贿8300万 逢任两年前拿6300万 但检方在笔录写下 林有收贿三个大字 陈启强为求自保的这段录音 果然也让林毅市一刀毙命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 证据出来之后 真的是一翻两瞪眼 态度180度的大转变 林毅市坦诚收贿 还透过了律师发表道歉声明 说要缴回不法所得 而且他连续用了五次对不起表达歉意 好 林毅市很可能是想要利用这张声明 向法官表达诚意 换取减刑或是交保的机会 但是不管是收贿还是索贿 因为他是担任公职 都是七年以上的重罪 而且即使捐出不法所得 还是很难让法官接受